配合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宣布 为国人提供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 未来预计将有更多成年人报名上课提升技能 为了应付需求 本地学院计划增添课程的选项和学额 有学院就表示 希望学额可以在未来两年增加三成 50岁的周理财 在汽车领域工作了超过20年后 决定传换跑道加入医疗领域 他利用了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进修 目前正在新康国际卫生科学院接受培训 从10月起 国人将可获得高达1000元的 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 学院预计 到时将有更多学生报名上课 学院准备推出更多课程来应付需求 当中包括社区护理课程 淡马西理工学院也同样计划增添课程和学额 以应付日趋增长的需求 当中比较火热的是科技课程 报名这类课程的学生都希望课程能帮助他们提升技能 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